大家好,上阶段我们介绍了折线图 这里介绍我们讲一下面积图 面积图是用现代下的阴影面积 阴影面积来描绘我们连续性变量的分布形状 以及它的变化趋势的一种同地图 它们常用于某个汇种变量 所以时间变化和连续变化的一个数据资料 其中它分为简单面积图和对积面积图 对积面积图就可以表现我们资料 总体内部情况,内部的一个结构状况 因此也成为结构局限图 那下面我们来用实际率子 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做我们的面积图 先我们打开数据 47402 打开 好 真的是一组关于市场订户 市场订户 所以我们年份的变化进行分析 所以年份的变化进行分析 并且在同一个图中对不同市场的订户数 所以年份的变化进行分析 好下面我看一下这个数据图形面面积 现在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面积图 现在面积图在这边选择简单 这边的个案个案处的个拽药 那我们简单面积图是用面积的变化 来表示某种现象变化趋势的一个统计图 这是简单的一个面积的含义 定义 谈出我们简单面积图的个案处拽药 好 拽药中的所有的那些面积的表征 是吧 类比轴等等的 都跟我们前面讲的 不管是调音图还是折性图都一样 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 不再重复介绍了 我们这边选择其他统计 然后将我们的硬乎总数选录 变量 然后也不更改等级 我们就用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的一个面积图 然后我们就按照年份 我们的年份 这个类别周 类别周 也可以在这边输入标题 输入定户 所以年份 变化 面积图 继续 设定完毕以后 确定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总定或是年份变化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 方式动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所以年份的增长 从99年至2003年 我们得用定户总数 逐渐上升的 它是用 下面的一个阴影面 面积 从1990年到2001年 2001年到2001年 这么多 01到02 02到03 02到03 所以这种定户是随着年份 增加增加的 这个是我们一个简单的 一个面积图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堆积面积图 堆积面积图 堆积面积图就是用不同种类的面积 来表示我们多种现象变化趋势和总体的内部的一个构成 那么这边选择堆积 选择各个B两的摘要 定义 这边就是跟面积的表征 这个选项框跟其他的不一样 这个列表框跟单单不其他的不一样 那我们这里运用我们加时长1到时长4 所以定户选入面积的表征 面积的表征 并单击让他们的更改 更改成值得平均值 值得平均值 继续 然后我们加年选入我们的类别轴 然后再去标题 这边输入 4个市场的用户 定户数 随时间变化的堆积图 OK 继续 好 来 确定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关于我们4个市场定户数 这些时间变化的一个对集图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但这个图 从这个图上面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对集图来进行看一下 简单对集图 这个是一个简单对集图 可能是我们一个 上面一个是一个简单面积图 这个是我们的对集图 两个的总体形 总体形状是一样的 走到里面进行细分了 从市场1订户 市场2的订户 市场3的订户到市场4的订户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市场1的订户 它在每一年 它们的变化趋势 市场2的 市场3的 市场4的 以及它们总的 总的每一年的 总大从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每一个市场 每一年的订户数量 都是成一个市场的趋势 比它们总体的趋势 是一样的 好 那这样我们简单的面积图 和我们一个 堆积的面积图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